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100问 欢迎来到这个单元 进行的是富足人生100问单元 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都跟大家分享 在红尘俗世间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那有些人遇到 有些人没有遇到 我想遇到呢 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比方说以婚姻状态来说 也许我们现在还单身 还不太需要去担忧 在夫妻关系里面的互动 但是等到一旦结婚的时候呢 我想天底下 没有一对夫妻不吵架 那到底要怎么样来应对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需要智慧的 那么谈到智慧呢 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都会邀请到 非常有智慧的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圣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分享 老师好 夏宇你好 以及所有的提供朋友们 大家好 好 太太很悲观 先生很乐观 所以两个人的见解不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 乐观的就骂悲观的说 哎呀 你就是听着这样 然后一讲起来就吵架了 对不对 对 所以你就会去看 很多的夫妻呢 因为必须在每天 这个生活在一起 那等于说 所有对方所有的好坏 都要高担全收 那如果当事人 他没有一定的见解 能够把很多的杂讯 或者是不好的讯号 把它转化 换成一个 还可以接收的讯号 那就有可能 在这种不好讯号 发生的时候 就有一种反抗的一种 不管是真实的言语 或者是行动 好像就要开始 一出像八戒老年戏剧 这样子的戏码 所以这样就让我蛮好奇 就是说 岁夫妻之间呢 到底要个性相比较好 还是两个人的个性 天南地北 互相的补足 会比较好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两个人要有话题 要有共同的兴趣 能够产生共鸣 那这个可能 它比较好 一起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讲不在一起呢 你就没有 一个共同的话题 那然后要一起成长呢 好像凑不在一块 你急他不急 对吧 然后你想要这样 他非要那样 那这个每天生活在一起 就越来往 这个负面的走的 可能性就越大 但是我觉得 讲到这个 还真是有点困难 你说刚开始 结婚的头一两年 哇 这一切都还算新鲜 还在蜜月起 都还开心 等到这个婚姻 过了二三十年呢 很多人就像是 居住在同一间屋子 底下的室友 就是彼此没有什么 感情上的交往 就各自住各自的 各自过各自的 所以像这样的关系 要怎么样让他 一直可以维持的很好呢 其实就很多很多的因素 在里面 占着一定的比例的重要性 或者什么样的因素 在里面作祟的 然后在造成了后面 牵引了很多的事情 这事情有可能是好事 或者是坏事 那所有的聚集的 这个理由原因结果 最后的一个总和 就造成了双方之间的 一个互动的可能性 所以这些东西 你真的要来看的话 等于是 这还不是只有单一话题 来解这里面的很多的 你不是一下子可以了解的 很多不同主题性的问题 但是在我的经验里面呢 也有很多的 这个夫妻走到尽头啊 但他因为遇到了 我们超级生理码的系统 然后他知道怎么样 在感恩和爱里面 在运作 你就发现 原先真的是 很多都是 快要就是 快要就是 平民千字的局面的 因为遇到超级生理码系统 然后最后变成 如胶四七的 这个一对家 家五 像这种事情 全世界都是 经常在发生的事情 不是说单一事件 所以你就会看到 感恩的这个力量 以及爱的能量的重要性 那你用空口在这边讲呢 很多人他感受不出来 这里面的power 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去 生活里面做实验呢 你会看到 哇 为什么不早一点 接触到这些讯息 让自己的生活 明明就可以 如胶四七的天天秘密 却过了几十年的 这么样的冷淡 或者是灾难 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遗憾 所以我鼓励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可以试试看 不能说我讲的一定对 但是我结诚的邀请 这个有智慧的你 来做这样的实验 看看这里面讲的 爱的能量 是如何把它建造起来 然后如何运用在 夫妻之间的关系上 那如何可以让你 心爱的另一半 对你更加的尘习 更加的重视 更加想要和你 一起营造更多 圆满快乐的生活 我觉得这很重要 我就是要两个人一起愿意 不过刚刚谈到说 感恩跟爱的力量 是非常大的 所以导师在6月15号到16号 这两天呢 在桃园巨蛋体育馆 会办一场 天地恩情总是爱 的讲座跟实修实验的课程 不过为什么提到这个呢 因为我想大家会觉得说 有时候婚姻关系 走到比较远的时候 就会觉得那个爱慢慢的消磨掉了 就觉得爱慢慢的就不见了 所以就从这个天地恩情 总是爱的这个观点来看 那我们的爱如果是被消磨掉了 怎么把它补回来呢 我举个最近才发生的例子 我们有这个学员呢 邀请他的先生 来参加我们拉索伊加斯的 这个经济团 那先生呢 是非常忙碌的 这个医美的院长 哇哦 那么几乎是根本抽不出时间来的 但是太太呢 觉得这么重要的机会 总是要给她一个机会 一起来嘛 所以呢 他有天呢 就跟他先生说 说几月几号呢 要把时间空下来 嗯 他先生就问他干嘛呢 他说 带你去度蜜月 哦 哈哈哈哈 最后呢 他先生就说 啊 好事一件 嗯 但他先生呢 好像 之前就观察到 他太太呢 呃 最近一段时间呢 跟这个超医生 走得特别近 嗯 他就问他说 呃 你今天在那边 忙东又忙西的 到底在干嘛 嗯 他说这个太太呢 就很有这个智慧的说 他说 我在学习啊 哦 然后 这个先生就说 学什么啊 天天搞得那么晚才回来 学什么啊 嗯 他说 我在学 如何做一个有德性的女人啊 可以给先生 更好的一些照顾啊 啊 什么关心啊 什么什么 一讲的先生全身舒软吧 就说 嗯 这个系统好 多学学 多学学 哈哈 好超兵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就这个 真的邀请他先生 啊 来这个 这个拉特雅斯的船 嗯 那他先生就之前 听他太太这样讲嘛 嗯 大概 大概也觉得说 那好吧 睁着眼闭着眼 看看你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嗯 就跟着他来 嗯 然后来以后呢 这么多天的课程之间啊 嗯 他先生就可能 一开始呢 就把这个天线 全部竖起来 接收一下 到底是 是什么回事的 一回事 嗯 他就听着听着听着 他觉得 嗯 好像有点道理 好像有点道理 那意思有点道理 有点道理 就代表 整个这个课程 他非常认同 嗯 所以从刚开始进来 都是第一天 从机场报道 嗯 到了拉特雅斯的 那时候的态度 还是我是局外人 嗯 我是给你来度蜜月的 嗯 到 第一天的课程 上完了 哎 你就看到他不一样了 嗯 他感受到 你的确 他确实如同他太太所讲 这是一个爱的团体 嗯 是在讲如何爱 而且如何学习 让自己能够做得更好 嗯 所以他在这个 可能的这种 搜索的这个讯息里面 他找到了 真实不虚的结论 嗯 所以他的心态 马上就 等于是把新门打开了 马上就融入了 我们这样子一团里面 嗯 结果几件的课程结束之后啊 他就一然而然的 又报名了 今年九月的 拉索加斯的 进阶班 哇 先生本来从 啊 一个旁观者 到来上课 到他 跟他太太说 我就要跟你去上 进阶班了 嗯 这么样的主动 积极 嗯 然后那一天呢 太太回来 这个 问先生好不好 先生说 哇 这个课程真的是 感谢他太太 带他去 嗯 但是先生就说了 他说呢 但是我心中有个心结啊 这几十年 我都没有告诉你 哦 那一天呢 在课堂上啊 老师说 要大家把这 这心中的 什么样的一个苦啊 先出来 然后要 做一个拔苦的 这个课程啊 嗯 他说我写好了 但是就没有交上去 他说 不知道该不该交 他才就说 什么什么什么 就把他看了一下 嗯 然后他才就在 这个line上面 哦 来问我 嗯 是怎么一回事 嗯 那最主要原因呢 就是 他说 当年啊 他这个父亲 病重的时候 嗯 他是医学院的 这个刚刚毕业的 一个医生啊 嗯 等于说 他的时候是 积极的赚钱 来赚 他当时父亲 需要的庞大的医药费 对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丧失了 跟他父亲 这个 相处的机会 哦 所以他父亲后来 虽然是让他父亲严寿 但是最后还是 哦 可能 经过 多少年的时间 也就走了 但是这些时间之内呢 他都因为要付 庞大的医药费呢 嗯 他就没有时间 跟父亲相处 所以在他的内心 串寿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感受到 好像是 比较遗憾 好 比较对不起的 这种感觉 嗯 他在他心中 有几十年 嗯 哪怕他现在已经当了 这个医美的院长 他还是觉得 怎么会让我有这样的遗憾 我该怎么弥补 嗯 所以他太太就来 哦 帮他先生问 怎么办呢 怎么样能去解决呢 嗯 所以呢 那一次呢 他们回来之后的 第一堂 这个网络的供修课程呢 我在供修课程里面 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解答 嗯 就他先生 亲自去课堂 听了以后 觉得 哇 好家带有这样的一个解答 他上来间 把这个原来的这种遗憾 嗯 从此之后呢 是更加的投入 超级身份密码的行列 嗯 所以逢人就介绍这套系统 嗯 所以他太太说 也没有想到这里面 啊 这个先生有这么样的一个 学习成长 以及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呢 他太太非常的惊喜 哇 所以这一切呢 我想就是因为 他感觉到一种特别的爱 嗯 接通了天地的源头 嗯 所以先生呢 也就从一个局外人 而进入到这样的系统 嗯 进而又变成了这么样的主动积极的 嗯 在社会中去告诉更多需要的有缘人 嗯 哇 这一切都是爱 真的 这太太太真是太有智慧了 从他跟这个先生说 怎么去拉塞的家事的时候 就太有智慧了 哦 好 所以进入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呢 真的是帮助很多人变成更好的自己 哦 我们目标不是要改变别人 让别人变得更好 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所以呢 在六十五号到十六号这两天呢 在导师在桃园巨蛋的体育馆 就会来分享天地恩情总是爱的主题讲座 以及实修实练的课程 那相信呢 呃 我们如果会一直持续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 就一定是一个想要让自己更多成长的人哦 那如果想要来呃 跟大家一起学习 不断不断的充实自己 让自己变成更好的话呢 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一场 天地恩情总是爱的讲座 以及实修实练课程 那欢迎大家呢 可以拨打电话 0255995439 0255995439 在这里呢 我们先来听一首由太阳盛的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珍惜爱 稍多休息 马上回来 我说你我愿这份真爱 这种感受很感恩因为爱 因为这爱不再遗憾 因为这爱不再遗憾 我愿重心因为我珍惜爱 如果这世间一天都没有没有爱 因为我们迎来成这个情感恩 直到未来 只要有真爱 天荒地来永远会有大交代 此时此刻影响见生的无聊 这夕阳无成的轮回人生精彩 这些爱我掌握 爱的温暖 我心爱你足 拥有着真爱 从此过着 这些爱的温暖 我心爱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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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一百问 欢迎回来振升台北调平台 FM104.1进行的单元是 富足人生一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跟大家分享很多人世间 各式各样的烦恼 只要生而为人呢 都会遇到开心快乐 难过悲伤的事情 那有一些问题哦 可能长年的去面对他 觉得没有办法解决的 透过超级生命密码 这个的系统呢 帮助了很多人 开始有了不同的转变 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 我们也同样的邀请到的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太阳圣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夏宇你好 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我们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经常跟大家来聊到 有关于关系当中的恢复哦 特别是夫妻关系 那其中一种夫妻关系是 可能另外一半已经走了 可是我们 为了希望可以让来世的 这个系码可以更好 或是说我们也期待 在也许来世 有一些角色扮演上面呢 当我们遇到同样这个人的时候 有些问题可以被解决 所以我们很期待 可以在今生就先 让关系恢复 可是有人会说 那我的另外一半已经走了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跟他 有关系上的连结 跟重新的恢复呢 你讲到这个话题 刚好今天呢 有一位东南亚的学员 也就是他的另外一半呢 在这样子的疾病的折磨下 走了以后呢 他一直没办法走出来 嗯 嗯 那么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他们 呃 夫妻在这样子的 二十多年的这个 婚姻岁月里面呢 嗯 他们两个人就好像真的是 这个是所谓的儒骄士期啊 哇 他们互相的疼惜 互相的勉励 嗯 大家一起学习成长 嗯 所以他说在这个二十几年的婚姻过程中呢 没有一秒钟曾经吵过架 哇 两个人都是快快乐乐 欢欢喜喜的过着 嗯 但是因为他太太呢 嗯 乳癌的问题 就先离开了这个人生的舞台 嗯 所以先生呢 因为跟太太有这么样的浓情蜜意啊 是这么样的 舍不得放不下 嗯 所以他很多的时候啊 触景深情啊 嗯 甚至于吃饭的时候 他都会觉得 当时那么多的岁月里面的那么多餐饭 看太太在这么吃的这么快乐的 嗯 情形下 他甚至于现在很怕吃饭 啊 他怕一吃饭就感受到那样子的氛围 嗯 他就掉掉眼泪 嗯 嗯 那我就跟他讲咯 我就说 如果你跟太太之间有这么样的 这个缘这么深啊 嗯 那就算他现在先走了 嗯 其实他也和你一样 也是很在意你的未来 嗯 嗯 那如果你不好好的活着 你是这么样的消极 好 你也不愿意吃饭 你也不想好好好好过生活 我 甚至于他还跟我说 他想要就了结了生命 去陪他太太 啊 我说这是很傻 嗯 很傻的想法 嗯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可以想得到 好 你真正的过得好 而且一切能够有成长 进而有什么样的成就 嗯 这么深爱你的太太 他会不会在冥冥之中啊 对你非常的赞同 而且放下了这个心中的一个担忧 嗯 哎他一听对啊 那我就说 那你如果是因为在这种氛围 触顶神情的氛围 你touch到以后 你就钻进去了 不出来 嗯 对自己本人和太太 是没有帮助的 嗯 那这样子 两者皆输的可能性 你又为何 这么样的 不宜有他的 一头栽进去呢 嗯 你为什么不把他转一根面 如果 我这么样心爱我 疼惜我的太太 他看到我成长 看到我能够让更多人 因为看到他本人的这个 成长或成就 嗯 而有这么样的一个系统 来帮助他 嗯 也让他视线给别人看 别人也愿意来视这个系统 嗯 我说如果有这样子的 好 一种效应出来 对 你的太太是以你为荣的 嗯 他一想对啊 所以他心中的这个 这个放不开呢 就有一点 比较 能够释怀了 嗯 那我想这个里面呢 他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 啊 化学的这种 记忆跟反应 嗯 所以很多人他如果没有一套 正确的系统 帮助他走向一个光明面 甚至于帮助他的 能量场提升起来的时候 嗯 对 导师刚刚说到这个 先进去就出不来 确实是很多人会遇到这个问题 尤其是说像刚导师说到这个案例 这个故事是一样的 可能跟另外一半感情非常好 那另外一半先走了 另外一个留在世上的人 就会觉得耿耿于怀 没有办法走出来 好所以希望刚刚导师的分享呢 可以让如果有同样情况的朋友呢 也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收获 不过话说回来 所以如果遇到的是这种 可能在另外一半在世的时候 关系很差很差的 那另外一半走了 想要来和好 我们要怎么样 可以让这个关系重新的恢复呢 好 嗯 我们讲的这个呢 如果是天人永隔啊 嗯 那我们可能就要有一个观念就说 如果真的有所谓的灵魂不灭 嗯 那这个事情就比较容易让我们释怀 嗯 因为如果我们有观念呢 我们在人间的这个舞台 嗯 跟这个已经离开的这样子的亲人 嗯 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的舞台 如果这两者之间 因为曾经的亲情 而有还有所相连的话 嗯 如果真有此事的可能的话 嗯 那也许你可以有一个观念就是 不管现在你生活在同一舞台 还是不同舞台 但毕竟曾经有这样子的亲情相连 嗯 所以这一刻 也许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 做一些什么样的作为 嗯 而去这个样子的产生的正能量 嗯 而输送到他的世界里面 让他能够得到嗯 那他也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爱 嗯 那这样怎么一来呢 这个世界就可爱 不管你是在人间还是在灵界 嗯 都有可能 因此 两者之间 曾经有过什么样不能够解释的 嗯 不能够面对的啊 很多不能够说出来的曾经 嗯 但是因为这一刻呢 你有了正确的爱的行动啊 嗯 而让对方也释怀 哦 哦 所以可能在透过我们自己的行动 嗯 在心理上或是在灵上面 我们有一些行动之后 也许这段关系就可以在这个冥冥当中 就可以有一些恢复了 对不对 是 嗯 比如说有些啊 这个太太在病榻上 嗯 过完最后的小数的日子了 好 那先生呢可能正在花天酒地的 嗯 都没想到太太是死活的 嗯 后来太太是寒恨而终的 嗯 这种kiss也是在红尘中有存在 对吧 对 那像这样子的这种一股气 她怨在那里 嗯 那你说 她会不会影响到呢 就说阳间的这个情人 会不会被影响到呢 应该 多少有一点 因为她那股怨气 她寒恨而终啊 嗯 那也许她就可能 哦 跟着她 这个 那种能量场啊 嗯 嗯 那她可能就会影响到啊 啊 可能 健康啊 嗯 可能性的主题就被影响到 这种事实 实际上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这种真实案例 嗯 还不是少数 还不是少数 嗯 所以当你了解 好 生活里面 如果曾经你的这个 这个院偶 嗯 或者是亲人 他的离开 对你是不解的 嗯 对你是有 这个 心中有一种 什么样的 话没说出来的 他就走了 嗯 如果真的有所谓的 好 我们 除了人间世界 还有灵界世界 如果真的有这个灵界的世界的话 嗯 那是不是 我们就来用一套比较正确的方式啊 嗯 嗯 对于我们曾经啊 啊 这个 还是有所希望 嗯 做弥补的 嗯 对象 嗯 我们 超级生码系统 嗯 来向 这个 你想要去表达这个对象 嗯 来做实际的一个方法 嗯 让他 也能感受到 你的诚意 嗯 也能感受到 你想要对他 说些话 嗯 嗯 做些事情 嗯 那么让他释怀了 那可能就是 双方都是 win-win的赢家 嗯 否则呢 冤冤相报核实了 嗯 对吧 对 他的愿 就有可能 未来你的灾难 嗯 那现在不解 那未来也要解 嗯 那现在你没有和平的解 那未来可能就是 可能灾难性的解的时候 就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嗯 所以这个 看每一个人他相信与否 嗯 但是事实的发生 不会因为你相信或不相信 而不存在 嗯 如果他是顺着天理走的话 这一些 如果真的是 在天理里面 真的真实不虚的话 嗯 那就不是我们愿不愿意 要不要 他是必须 跟着天地的 这个真理走 嗯 嗯 所以像是有一些是 离婚关系的福气 我来帮大家问一下 所以就是说 假设这种离婚关系的夫妻呢 他们 嗯 假设其中一方想要来做这个和解 可是 也许我们已经不太可能在 面对面 不可能在通话了 我 我是不是在心里面 嗯 对他真诚的忏悔 我们就可以再来世 不用再上演同样的句吗呢 嗯 又会不会不要上演同样的句吗 除了我们自己做菜伙以外 对方也要答应 要还是不要 接受 哦 要不要再给你演这个同样的句吗上来 因为他那股怨气 他就是没办法下咽 嗯 那这个气 他曾经的多少的画面的记忆 他就有可能到来世的时候 又发生在其他的一个舞台上的情景 那结果可能受害者就是相反的 嗯 反的角色 嗯 都有可能的 所以是不是可能可以消弭了那一段不好的 啊 这个因缘呢 嗯 这个就要看双方当事人他如何去接受 如何去阐释这里面两者之间的关系 好吧 毕竟关系不是一方产生的吗 是两方一起来创造出来的 好吧 那所以如果呃在这个夫妻关系当中 有一些问题啊 很想了解的 或是像刚刚倒是导师在前面分享的 这个一对一的咨询的故事呢 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相反时间来拨打 0255995439 那么会有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相关的 一些资讯提供给大家 那我想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大家听了那么久哦 现在已经是六来到了六月五号 那很很重要的一个资讯就是导师将会有跟大家来面对面的时间点 六月十五号到十六号这两天呢 在桃园巨蛋体育馆会有一场天地恩情总是爱的讲座 如果在这个夫妻关系当中哦 非常糟糕 然后总是觉得都是对方的错 不想改变 或是觉得呃 自己也很想改变 可是不知道该从何改变起呢 这场讲座跟导师面对面的机会 大家务必要把握 那这两天除了有讲座的课程以外 还会有带大家实修实练 非常的珍贵哦 让大家呢 可以不但是学习了知识 也要把它化为实际来带回家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可以来做落实 是一个科学性的系统 好所以如果想要参加这个天地恩情总是爱的讲座的朋友 欢迎大家在上班时间来拨打0255995439 0255995439 或是大家可以上脸书以及网络上搜寻超级生命密码 那另外呢 有个可以帮大家做统整的 就是超级生命密码梦想舞台APP 只要下载这个之后呢 不管是导师过去到现在很多的音档很多的访问 或者是导师所创作的歌曲也都全部都会在上面 那当然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哦 在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精英会在全省各地来展开 好所以如果想要来跟大家一起研读超级生命密码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参加各地的精英会 好这个电话赶快抄起来 0255995439 0255995439 好那么最后呢 导师有什么想要来跟大家做补充的吗 也就是说我们人生在世啊 你说从头到尾要一切圆满 如果之前呢 没有一套完整的系统来教我们 也许这只是一个梦想 也许也曾经已经有所谓的遗憾发生 但是呢 如果我们真的现在能够遇到超级生命密码 轻轻松松的就可以在你自己的科学实验里面 看到之前和之后的变化 如果这是一套真正的完整系统可以帮助我们的话 我真的非常的诚挚的邀请我们各界的好朋友呢 一起来做这个科学实验 看看这套理论 用在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是真实不虚 还是只是说说而已 嗯好 所以欢迎大家呢 一起来用这个科学的部分来做实验了 那么今天呢 也再次感谢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圣的导师精彩的分享 谢谢导师 谢谢笑语 谢谢大家 那么最后呢 也来送上一首由太阳圣的导师作词作曲的歌曲 《珍爱永记》 在这里呢 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见咯 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再做更多的分享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些由身互 不喜欢天氣 为天地和云 Eddy ADE give us the bell 我喜欢天氣